公元234年,诸葛亮与司马懿在武藏园进入对峙状态。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江东孙权身上。 孙权十万大军强攻合肥新城一个多月不可,满宠数十人夜席。 一把大火烧掉了孙权,大部分攻城弃险,还趁乱杀掉了孙权侄子孙太。 本期视频全景分析此战经过。 新人求关注,请多多点赞。 公元234年5月,孙权遣上大将军陆训,大将军诸葛景将万余人入江夏。 连口,北上进攻襄阳。 镇北将军孙韶,奋威将军张承万余人沿苏北水道入淮,向广陵,淮英进军。 孙权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新城。 这是三国时期,东吴对曹魏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。 加上诸葛亮在武藏元的十万大军,武蜀四路大军兵力达到二十万,几乎同时攻位。 这一年,孙权52岁,为了东吴,国运延续,第四次进攻合肥。 这一次,他是抱着不克合肥是不回的决心,拼死一搏。 6月,合肥新城被吴军包围,征东将军蛮重想率重军援救合肥新城。 但田一将军,田玉却认为孙权大军来势汹汹,士气正盛。 我们现在救援,很可能被孙权击败。 合肥城池坚固,守将张颖骁勇勇善战,自保问题不大。 不如让孙权在合肥城下消耗士气,在他们久攻不下,疲惫懈怠之时, 我们在率军出征,必能大获全胜。 蛮重采用了田玉的计策,暂时按兵不动。 洛阳,魏明帝曹锐召集群臣议事,曹锐有意亲征。 光露大夫为真上奏说,孙权只是为了响应诸葛亮,做做样子而已。 合肥城高墙后,不足为律,陛下就不用耗费前两远征了。 恰逢蛮虫上表,建议放弃合肥,把吴军引诱到寿春,再一举歼灭。 曹锐回复道,合肥,襄阳,祁山堡,是魏国最重要的三个堡垒,怎能轻易放弃。 命令满宠,务必坚守城池,等他御驾亲征。 同时,曹锐派征蜀护军秦朗督布齐两万,入关中支援司马懿,再次命令司马懿,务必要坚守不出战, 让即汉军进不能攻,退不能战,号到梁靖,撤退时再进攻,必能大获全胜。 曹锐下定决心轻征,但军队调动,粮草准备就需要大量时间。 六月底,孙权大军已经日夜不停地猛攻合肥一个多月,合肥危在旦夕,曹锐大军还在洛阳准备。 此时,在满宠手下的部队正处于轮番休假状态, 满宠尚表请征召中军兵并征召休假的将士,集中力量迎战。 散旗尝试刘少认为,满宠应该坚守不攻,避旗锐气。 而魏明帝的中军则先派步兵五千,经旗三千出发,将队伍排列疏散。 多加旗,苦,敌军知道大军到来,必定自走,可以不诈破。 魏明帝听从旗迹,先派前队出发。 7月,曹锐帅大军从洛阳到达许昌,准备做龙舟东征,顺迎水南下进入淮河。 满宠隔职消息后,立即统帅本部兵马,提前赶往合肥。 此时的满宠连上三表都被皇帝驳斥,必须要表现一下。 于是满宠在军中召集几十个死士,趁夜在合肥城外,折断松枝为火炬,灌上麻油,再顺风放火。 火戒风势,迅速蔓延,烧毁了吴军的大部分工程器械。 孙权派侄子孙泰救活,还被满宠在乱军中用弓箭射杀。 这应该是极为经典的特种作战了。 此次夜袭,严重打乱了吴军工程计划。 紧接着,孙权又收到曹锐御驾清征,离行城还有数百里的消息,顿时惊慌失措。 此时满宠大军已在合肥附近,合肥短时间又没办法拿下,乌军大营又爆发瘟疫,孙权只能无奈撤军。 其他两路大军随后也撤出战场。 此时,诸葛亮与司马懿已经在武藏园对峙近百天了,有人建议曹锐调转船头去长安督战。 曹锐笑着说,诸葛亮知道孙权跑了,估计胆子都要吓破了,有大将军在,活就无忧了。 8月,吴国退兵的消息传来,这个噩耗,意味着魏国能腾出手来,抽调大批军队支援关中,诸葛亮心情焦虑和愤懑,加上他长期处于时少事凡状态,身体已经撑不住了。 诸葛亮因继劳成疾而病倒,病情日益恶化。 病中,诸葛亮向流缠上了最后一道奏表。 他说道,我当初侍奉先帝时,日用全靠官府攻击,自己不再经商务农。 在成都有桑树八百科,博田十五寝,子孙们的衣食自己是有富裕的。 至于我在外边,不再有另外的调度,平时的吃穿用度,全部靠官府攻击,不再去搞别的生计,来增加微小的收入。 如果我死后,不能让家里有多余的钱,不能让外边有剩余的财物,这会辜负陛下的。 诸葛亮病重的消息传到成都,刘善派礼福去探望诸葛亮,并询问此后国家大计。 诸葛亮说,他死之后,蒋婉可以接替他。 礼福在问,蒋婉之后呢? 诸葛亮答,费一。 礼福在问费一之后呢? 诸葛亮没有回答。 公元234年10月8日,汉丞相,义州牧。 五乡侯诸葛亮在五丈援军营中,泡尽最后心血,与世长辞,享年54岁。 杨怡将为按照诸葛亮临终的部署,密布发丧,整顿军马从容撤退。 司马懿认为诸葛亮已死,率军追击,将为领军抵挡。 但见记汉军,阵容严整,士气如虎,司马懿不敢再追赶。 于是记汉军从容退去。 诸葛亮一生进行了五次北伐。 第一次北伐,走齐山道,兵为上规,用错了马速,导致接停失守。 张和大军进入荣誉,诸葛亮只能撤退。 第二次北伐走陈仓道,三万大军攻一千守军的陈仓城,二十日不克,最终梁静退兵。 第三次北伐,紧接着第二次北伐攻陈仓返回汉中途中,派陈氏攻取五都英平二郡,吸引上规郭怀救援。 诸葛亮准备截断郭怀退路,郭怀识破提前跑路,最终只收获五都英平二郡。 第四次北伐走齐山道,在鲁城大败司马懿,之后因李延谎报粮草不济而失败。 第五次北伐走包邪道,在五丈园屯兵,想要占领基石元节断关中通往拢右的道路,结果被郭怀提前识破。 而只能在五丈园与司马懿对峙,直至尤禁灯窟。 诸葛亮五次北伐都为实现心腹汉事,还于旧都的理想,努力前行,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北伐的路上。 讲完与费一自认才能不及诸葛亮,消极北伐,修养生息,恢复国力。 直到二十年后,两人离世,继承丞相一致的姜维,掌握了继汉大权,这才重新踏上了悲壮的北伐之路。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本期视频,请帮忙点赞,投币。 各位想看哪些战场故事,请留言评论。